日本最美的風景就是電線桿啊 可以把所有的風景都擋住 我不知道為什麼日本 跟台灣不一樣 台灣跟日本都是一樣 就是有那個地震嘛 可是台灣就沒有很怕 就全部地下化 日本就還是都在地面上 路邊的野花不要柴 這趟是賞花之旅 人類啊就是很喜歡看植物的性器官 感覺這裡像一個小樂園 小型樂園 就在飯店旁邊而已 然後旁邊就是大型的購物商場 有一個小樂園 逃離滿天下 逃離滿天下 然後搭成700棟那個什麼的 看起來好像是賣房子還是賣冷氣的 這個觀音像還蠻高的 我住的那一個啊是13層樓 然後他比13層樓還要高 估計有20層樓高吧 這個店名叫一歐 一歐一歐 終於走對路了 進來大型商場 哇商場裡面的超貴 要1000多塊 我看到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樂高版的積木 你看喔他這個 上面都有一個接口 然後他可以隨意組裝 看你要組成怎麼樣的機器人 都可以亂組 滿有趣的捏 好今天下午吃連鎖店的 然後他可以加 加飯 然後也可以加醬 那個醬料 然後這個 這個飯啊 或是那個大 有多大份可以 你可以自己選 然後這個是 好像是辣度 然後最後這是 這是甜度嗎 對好像是甜度 你看看喔 那個辛就是辣 然後乾就是甜 然後他 我有看到他可以 追加那個調味料 就是醬汁多一點 好然後我們待會就來試吃吧 然後他還有那個 那個 生菜沙拉 都是沒有炒的蔬菜 那個綠色蔬菜 其實對 北方的人來講 真的是一個非常奢侈的一個東西啊 好我要吃牛肉的 然後這一盤呢 是我給我媽吃的是菠菜的 因為在這裡 菠菜超奢侈的啦 哇在日本吃到熱食了 非常的感動 那個天氣 不是很 很熱 然後有點涼 然後他們又一直給你冰水 然後食物也是生的 對於台灣人來講 這個熱食啊 真的非常的必要 然後這個菠菜裡面啊 有肉末 這樣配的剛剛好 而且啊我之前吃過印度咖哩 我就覺得 那個印度咖哩真的是很不合台灣人的口味 真的濃到炸掉 然後超級乾的 但是日式咖哩呢 它就是 剛剛好可以配上這個飯 然後印度的飯是 非常的 那個 烤肉 那個 翻成中文怎麼講 嗯 好 就是粗啊 粗糙 粗糙 粒粒分明 然後一點黏性都沒有 所以非常的乾 沒錯 那可是呢日本的飯呢 就是跟我們台灣的很像 那 這樣子你就不會吃下去太乾 沒有 非常好入口啊 然後也不用一直喝水一直喝水 我在印度吃咖哩就 狂喝水 然後還是覺得很乾 它這個肉啊 入口即化 很好吃 然後其實我印象最深刻的 還是北海道的咖哩 因為它裡面有魷魚 非常的鮮 而且是在早上吃喔 天啊早上我就吃得超飽 超好吃 飯店的探險 接下來上來到 他們最頂樓 我們看一下這個view 我們看一下這個view 前面 我們看一下然後 哪裡 我們看一下 你是坐馬可住的一不要 我們看一下 你配上去嗎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入口處是一個龍的嘴巴 設計的還蠻有趣的 廖望台 嗨 現在終於可以登機了 他還是有管制說誰可以先進入 就如果你時間還沒到的話 他不會讓你出發的 用牛蛇蒸的包子 很酷捏 最後我點了牛蛇丸子 現烤的很燙 超級燙 等我一下 你可以注意看一下 油非常的多 超級多油的 老實講沒有很推 我覺得有一種燒味 肉的口感是真的不太一樣 好 戰力品總結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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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